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大風吹 每個禮拜帶你探討一個有意思的國際話題 過青年有些事沒變 去年11月中大批法國民眾湧入權益中心巴黎 抗議總統馬克宏的掌稅計畫 讓生活已經很難過的老百姓活不下去 這場黃背心運動打響的第一槍之後 已經連續十個星期了 依然每週末準時上街示威 也讓馬克宏的民調數字是一落千丈 那面對執政危機 馬克宏終於在月中戰術宣布 要舉行為期兩個月 橫跨全法國的大辯論 透過題目不設限的公開論壇 收集全法國人的意見 作為施政參考 到底這個東西怎麼樣進行 那這樣的方法有用嗎 我們先從雞飛狗跳的 凱旋門現場說起 凱旋門前的催淚瓦斯和警民衝突已經成為巴黎週末的日常 持續超過兩個月的黃背心運動 演變成中下階層各種不滿的宣洩出口 從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到退休金被砍的長輩 通通加入戰場 痛批馬克宏是不知人間幾苦的傲慢精英 必須下台 儘管他在第四波示威後首度出面認錯 承諾減稅100億歐元和提高基本工資 卻始終沒有平息民怨 這位法國史上最年輕總統 在一月份再度出招 透過公開信邀請人民參加全國大辯論 要直接聽取民意 從1月15開始 全法國各地的市政廳 將舉行為期兩個月的公開辯論大會 針對稅制、公共服務、氣候變遷 民主與公民等四大主題 邀請民眾自由提案討論 同時也開放網路專區舉辦線上的編論會 3月15號編論結束後 法國各區的建議 將會統一會整上程給政府 當局將在一個月之內 針對所有建議做出回應 馬克宏強調 當然不可能對所有議題都達成共識 但希望透過這個辯論會 把憤怒化為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案 請做最封洋洋洋洒撒 寫了2300字的辯論邀請函 從在野黨到示威群眾 多半是半信半疑 覺得只是緩兵之忌 但也有人認為 不示威一種 在網路時代 刺激民主意識的方法 那不論如何 這種跨過代議制度 直接諮詢民意的決策方式 其實並不是馬克宏的創舉 一般稱之為公民大會 已經被不少國家和城市採用過 但是到底有沒有用呢 我們來看一些案例 首先是加拿大西岸的卑詩省 2001年為了研究要不要改變選舉制度 在各個選區以男女各辦 年齡分配符合人口為原則 隨機抽出161位自願參加的民眾 先花4個月上課學習全世界各種選舉制度 接著花2個月開50多場公聽會 聽取大眾意見 再花2個月研擬提案 最後2個月則是投票表決三種方案 並提出正式提案 他們建議由簡單多數決 改成單計可讓度投票制 才能讓每一票都等值 結果這一份花了一年才誕生的提案 雖然在隔年全省公投中贏得5成7的選票 卻因為達不到6成的法定公投門檻 最終沒有改變選舉 再來看一個改變成真的案例 愛爾蘭在2016年也組成公民大會 包含66位隨機抽出的資源參加者 33位政黨代表和一位政府指派的主席 這100人花了15個月討論 墮胎權、議員任期限制、公投制度、人口老化和氣候變遷等議題 其中在最受矚目的墮胎問題上 大會建議廢除禁止墮胎的憲法第8條修正案 最終在2018年5月的全民公投中 廢除方也真的以六成票數獲勝 讓向來保守的天主教國家愛爾蘭首度將墮胎合法化 透過這些例子可以看到公民大會的優點 包括可以直接反映老百姓的心聲 綜合各種社會階層的價值判斷 避免政黨利益干預 以及不會被貪污腐敗影響等等 但反過來說缺點包含曠日廢時 一般公民可能政治專業能力不足 大會代表不需要對結果負責等等 另外公民大會也只是諮詢性質啦 最終的提案未必會被國會或政府採納 可能也讓人有白忙一場的感覺 我們接受一些衣服 說我們要開關的議題 但我完全沒有用 我跟我們所有衣服都沒有用 全國大辯論能不能讓法國人的不滿 化為改革的動力呢 宣布這項決策之後的第一個週末 第10場黃背心示威還是在巴黎登場 但另一方面 馬克宏的民調數字也微幅攀升 同時黃背心運動支持率則是略略下降 政府能不能在4月給出讓人安心的回憶 尤其是爭議最大的稅制和退休金的改革 恐怕會讓馬克宏一路頭痛下去 但在此同時 讓英國下不了台的脫歐問題 也有一批國會議員認為 可以透過公民大會的方式來尋找共識 不要讓民眾覺得選出來的政客 根本沒辦法代表民意 目前也是首項考慮的選項之一 總之道怎樣讓人民對民主制度有信心 真的不是每幾年投票一次就好了 國際大風吹我們下週見 你想加入國際大風吹的行列嗎 我們正在尋找一位節目企劃 如果你有國際新聞和影音製作的經驗和興趣 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詳情請到這個網址 找這個直訊的說明 並將原理表寄到這個信箱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年後轉職就剩現在 總之內